立法 摧毀香港 庇護草案 刻度勞喚 声音和眼神流露出恐惧 大陆人大5月28号表决香港版国安法 在台湾的香港青年忧虑 呼吁蔡政府尽快启动政治庇护 香港这个学新的抗争已经一年了 已经一年了 大家都是非常的觉得疲累 但是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抗争的开始 对台湾政府的诉求今天很明确 我们希望那个庇护草案可以科不容缓 希望台湾可以在这个前提下 提供一些不会破坏台湾利益的 可能移民或帮助香港的方式 香港人的担心 来自蔡总统脸书这一句 如果香港局势改变 可能停用港澳条例 不只被国民党质疑选后切割香港 香港人也想问 蔡英文是不是要放弃香港 制度的调整是看情况而定 但是我刚刚就讲 不论是怎么样的调整 我们照顾香港人民的决心是不变的 蔡总统亲自出面回应 但时间已是港版国安法消息曝光后的第六天 我们行政院来组一个专案 那么对于我们香港的朋友 提出一个人道救援的行动方案 也会盘整我们相关的资源 来对港人的居留安置 照顾进行完整的规划 端出救援专案 萧米切割香港的杂音 蔡总统去年高呼的称香港 今年要用行动来证明 记者简红期邵玉敏 SNG小组台北报道 根本就是自己的 三河 我 aqui 我可以关系 我可以关系 你